你真是你? 姑媽,別碰我! 進去吧! 姑媽,你沒事吧? 我叫你进去 你没听见吗 我听见了 那你有事随时叫我 我先进去了 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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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些年 你还好吗 家敏 你说完了吗 说完了给我走 我回国后 一直在找你 我等这一天 等了二十年了 家敏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对不起你 你现在知道求我原谅了 晚了 当年我为了跟着你 放弃了一切 可你一句话都没有就消失了 你 你知道你走以后我都经历了什么吗 你现在居然还有脸来求我原谅你 方子 你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 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你 我知道我没良心 可是家敏 请你相信 这二十一年 我一直生活在痛苦和内疚里 没过过一天踏实的日子 我只是想告诉你 离开你 是我这辈子 做的最大的一件错事 在我心里 你早就死了 走 我 放 Kiss 爱 行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刚才 我看见你和我姑妈 姑妈 对 她是我姑妈 你是罗志祥的女儿 一日是我爸爸 你别供物质喝了 你跟我姑妈 认识多长时间了 到底什么关系 眨眼间 几十年都过去了 我也记不清了 几十年 姑妈都出国二十多年了 一直都没有回来 这么说 你跟她认识 很久 出国之前就认识了 她出国了 我说怎么好几次 拖人回来找她 都找不到呢 你现在不是找到了吗 你别扯开话题 看样子 你和姑妈 好像是挺熟的 你知不知道 她以前的事情 比如说 有没有亲密的朋友啊 有没有 有没有关爱人 什么的 你这么着急地打听以前的事情 到底干什么 我 我看我姑妈不开心啊 我作为她的侄女 想为姑妈打开心结 让姑妈高兴起来 难道不对吗 她一直生活的不快乐 她一直生活的不快乐 都是我害的 我真不是东西 你害的 你和我姑妈 要是没有你爷爷 你也和你爸爸的反对 我和家明 会幸福地生活一辈子 先是你爷爷来了 后来又是你爸爸 他们都反对我和家明 说我配不上他 那时候 我年轻气盛 我就指着你爷爷的鼻子骂他 为什么看不起我方子恩 为什么把我看死了 说我没出息 我非要用成功来证明自己 所以我 你就怎么了 你说啊 我就拿了他给我的钱 上了他给我订的出国的飞机 什么 你拿了我爷爷的钱 背叛了我姑妈 我是想用成功来报复老头子 可是 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到头来 报复的是我自己啊 我现在落到这个地步 都是我对不起家明的下场 两点有个会议 三点要和达瑞公司的张经理见面 行 我知道了 董事长呢 他回来之后 有没有问题过我 没有 董事长他好像精神不太好 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是回家了吗 不知道 知道了 你出去吧 好 夏姐请 怎么回事 夫人 夫人回来就发脾气 你帮我拿着 我上去看看 你们先忙 好的 哦 我好 好 我先忙 戏 我 我 姑妈,你没事吧? 你说,这么贵重的表,怎么能摔坏了呢? 这些工人也忒不小心了。 李嫂,李嫂! 别叫了,不关他们的事。 李嫂! 姑妈,你这是怎么了? 我太傻了。 以为一块手表还能代表什么? 居然珍藏了他二十年。 既然心里已经把他当作了死人, 留着一块手表,能说明什么呢? 他,姑妈您说的这个他, 是不是之前在公司见的那个人呢? 你还敢提他? 姑妈,你别生气啊。 不提不提,我不提他了。 那个人,他怎么惹姑妈生气了? 我就帮你修理他。 他什么地方对姑妈不好? 我就什么地方对他不好? 只要姑妈,你别生气。 姑妈,说句心里话。 你不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 我看着你这么难过,我心里面真的很疼。 姑妈,如果他能像一个男人一样, 也许我的女儿就不会。 是谁? 孩子? 什么意思啊,姑妈? 什么天长地久? 什么还是什么? 全是假话。 我也太天真了。 居然就相信了他这些。 那个时候 你爷爷和你爸爸 都反对我和他交朋友 可是他们越反对 我就越要偷偷地和他来往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个时代 未回先月 你都不知道是多丢人的事 我一下子觉得 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就想找他 因为我没主意了 我要 我要让他帮着我 可是 可是他哪儿也找不见了 后来你爷爷跟我说 他走了 出国了 我不相信 我还是到处找他 我得等着他回来 回来和我结婚 可是从此以后 他就再也不见了 那 后来呢 那孩子怎么办了 我可怜的女儿 不足远就生下来了 刚生下来的时候 又瘦又小 跟着小猫一样 连哭声都几乎听不见 可他是我的孩子 是我的亲骨肉 我得把他养大 我把他抱在怀里 跟他说 宁宁 别怕 有妈妈在 什么都不要怕 可是有一天 有一天我发现 我的女儿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我就带他去医院做检查 大夫说他 说他左耳听力差 等他长大了 也许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您说 您说你女儿左耳听不见了 直到有一天早晨 我一觉醒了 突然发现我女儿不见了 我女儿不见了 你知道吗 我哪儿也找不到 我像疯了一样 哭着喊 我找他 我的宁宁 他已经找不到了 我的宁宁 姑妈 我可怜的宁宁 宁宁